我们现在这个小区抓到了三只石头缝里面出来的小猫 请问过来的阿姨又带我们去看到另外一窝 然后我们就又抓到了一只不太精神的小猫 因为它不太精神 所以就给它取名叫不太精神 再到医院给它检查 发现是得了猫瘟 看着它一窝的五只已经死了 了另外两个 也是因为感染了猫瘟才死掉的 而不太精神经过几天的治疗 已经能正常吃饭了 精神也变得有精神了 看来问题应该是不大了 可是它一窝的还有另外两只在外面 不知道目前情况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问小区阿姨目前小猫的状态 阿姨说剩余的两只 一只小白猫一只小橘子 小白猫趴着一天不动了 给放了东西也不吃 我估计也是有问题的 于是放下手里面的伙计和朋友拿着工具过去了 到了小区阿姨由于临时不在 所以安排了一位也在为他们的大姐给我们带路 我们找了半天 终于在一个墙角发现了这个小白猫 这个小白猫在墙边趴着 非常不舒服的样子 感觉它的状态也是非常不好 应该突出就能抓到 可是我们来得着急 忘记了拿航空箱 于是我就让大姐帮我们去找个箱子 就在这个时候 小白猫可能发现我们要抓它 跑到了窝的地方 看它走路的这个样子 应该是没有太大力气了 不过抓它的时候倒是反抗的非常厉害 要不是我抓猫经验丰富点 差点就让它跑了 不过它越反抗我越兴奋 就说明它体力还不错 至好的希望比较大 反抗还在几次 小白猫还使用了生化武器 腥臭味特别大 差点给我熏晕过去 有一股腥臭味 这窝的最后一只小橘子 躲在了绿花袋里面 看上去状态还可以 我们先把笼子下场 然后大姐说带我们去小区的猫山 果然是猫山 这里猫特别多 感觉特别适合猫在这里面生存 而且喂的人也很多 幸亏我当年三公市里中的猫的时候 不是在这个小区 不然肯定惨败 你看这个豆腐渣势力 猪头肉势力和大鸡腿势力 真的是难搞 而且它们给猫取名 还都采用了我的套路 这个叫困难链 还有一个叫图顶黑 看来我这给猫取名的江湖地位 马上也是不饱了 就在这个时候 水池边来了一个小白猫 看走路的姿势 就是不太健康的样子 他们说 我平时一叫这个小白猫 就过来吃饭 这两天怎么叫都不过来 一叫就上那 好现在两三天了 我叫他就不过来了 我感觉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过来看了一下 没想到小白猫不跑也不躲 很轻易的就被我抓到了 既然是在水池边抓到的 就给他取名叫水池边吧 水池边肯定是有问题的 要马上去医院才行 我们找到了一个箱子 也来不及抓了 先把这两个送到医院再说 到了医院先给水池边做检查 水池边也不知道 是不是性格太好 还是已经病得没有力气了 一点也不反抗 经过检查 水池边是比较严重的 同时携带猫瘟 背状和炮疹 关键是只测了这三样 看这种情况 水池边是状态非常不好了 果然就在第二天 水池边去了妙星 没有办法 实在是发现的太晚了 自从进入冬季后 病毒存活时间长 小猫抵抗力变差 出现问题的概率直线上升 然后就是这个小白猫 给他做检查的时候 差点被他从箱子里面冲出来 看来体力还是不错的 经过检查也确定了是猫瘟 经过几庭的治疗 猫瘟问题也不是太大了 可是这个家伙 将反抗精神观察到底 晚上自己在笼子里面 把自己的脚卡住 一个晚上卡的脚快死了 现在猫瘟是好的差不多了 就是一个脚是不太行了 等猫瘟确定好了 还得给他做个手术 这是一条腿换了一条命 所以给他取名叫换一条命吧 大怪罹患条命 是领养不出去得砸我手里了 至于这一波 最后那只小橘子 第二天阿姨说 看上去也是没精神 于是我们又跑了一趟 小橘子看到我们 这个著名的榜家太后过来 就吓得钻到脑筋管下面去了 既然如此 就给他取名叫脑筋管吧 然后把脑筋管掏出来 再到了医院 这样看脑筋管还是比较精神的 于是我们给脑筋管做了个检查 先测了个猫瘟 又做了个生化 最后比较幸运的是 暖筋管不是猫瘟 只是得了求充命 估计喂上几天药就能好了 到时候再给他找个领养 所以这以后 我大概就带回了这三只 都能活下来